这么暗看电视 把眼睛都看坏了 我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哭成这样了 你不是也真是个人渣 来 说说吧 来 说说吧 到底怎么了 我跟山梦分手了 她陪不上你啊 真的 想哭就再哭会儿 她不要你 姐要你 好点了吗 不是 那跟姐讲讲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隔壁组 那个早是上赶着 给她送饭的那个女孩 每天那个女孩 都会把她亲手做的早餐 放在沉默的桌上 刚开始沉默都扔掉了 可能是因为做得很丑吧 一次 两次 三次 但面对着 窃而不舍的施爱 和那些充满差异的 小纸条 她还是动摇了 他们说男人 都喜欢温柔的女人 我早上忙着开例会 我哪有时间 给你做早饭啊 那不说了 在薪资这儿 她永远得不到的体贴和关心 这个姑娘 可以无限量提供 我不管 你自己处理好 或许是因为薪资的任性 薪资 又或许 是因为中关村和国贸 有着圈层时差 沉默走了 我们分手吧 现在是小姑娘真的 茶艺炉火纯青啊 陈沫又是个理工男 最吃这一套了 姐 怎么不安慰我呢 我确实也没看出来 你对陈沫有多深的感情 你就问问你自己 他最打动你的 你看看 这一套了 这一套了 其实是谁 这一套了 你这个想想 你你这一套了 我都想想想 你这一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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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想想 你这个想想 你这一套了 我现在想想想想 是哪一点 老实 只有老实吗 本来恋爱就是 以结婚为目的的呀 但是婚姻 又是漫长无聊的 我觉得就算找个 再有意思的人 到最后 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不如就找个实心眼的 对自己好的 老老实实的 我觉得最好 我现在看到她的 就是 我作为 这个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欣赞 欣赞 姐 我发现了 我真的发现了 天天的恋爱永远都不会属于我 我就跟那电视剧里的女儿一模一样 由不善解人意 会不温柔 我不会获得幸福 中天就是在惩罚我 好 姓自 试验呢 就像得了一场重感冒 时间到了 他自然就会好 因为事业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值得你为了他去放弃自己 明天开始 去对面供应跑一跑 好吗 我跑不动 那行吧 你要是明天不跑的话 我回来还是看待你趴在这沙发上面 就你这样子 我立马给你妈打电话 你怎么心这么狠 小姐 只能起来的妹妹 太傻了 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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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跑步去了 你说得对 从今天起 我要找回自己 谢谢你的鞭策 姐 新姿 你这是在做通误吗 你还做这个呢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不能因为不值得的人 放弃自己 所以我打算开启海选模式 选什么 当然是选男人 快来帮我看看 这个人我好面熟啊 我在哪儿见过他 就是那天我们在酒吧 找我们搭讪的那个威士忌男 你连她都不放过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妹妹现在属于失恋的状态 我肯定需要有一个人 转一下我的注意力 她这个人太奇怪了 而且那天多装啊 她是有点傻 但我呢 倒不至于积不择食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有自己的判断 那个 刚才不好意思啊 要我说网上那些搭讪教学 都是骗人的 第一次用就这么失败 回头我就举报他们 真抱歉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